小鹏旗下全新SUV车型G6来了 定位于G3和G9之间 建置全球卖的最好的新能源车型 特斯拉Model Y 扶摇购架效的首款中型SUV 该车将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动力 风筝扭矩分别为449米和660牛米 分别装载6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以及87.5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小鹏G6采用溜背式轿跑SUV造型 定解全车包括隐藏式门把手 轮毂在内共17处低风阻的设计 使得这台SUV的风阻系数仅为0.248 尺寸方面小鹏G6的长宽高 分别为4米75×1米92×1米65 车距为2米89和Model Y布箱上下 前连以及车尾的设计更加饱满 和P7 G9不是同一套的设计语言 这台车如果选配电动尾翼 同时它会留媒体后视镜也捆绑在一起 这样后方的视野不会因为尾翼而遮挡 这个配置应该更受年轻用户喜欢 内饰方面小鹏G6全液晶仪表盘 尺寸为10.2英寸 中控兵14.96英寸搭载XMR的OS4.0车机系统 并配备全场景四印区的语音功能 无风感的智能空调 全景天幕 前拍座椅加热通风 手机无线充电面板等配置 同时小鹏的智能驾驶辅助XNGP 据说已经接近于无人驾驶的能力了 这一点可以和特斯拉PK一下 激光雷达以及800V的高压SIC平台都可以选择 充电10分钟续航300公里 因为800V平台的适用 车辆主要零部件都要换成耐高压的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 能明显提升电的传输效率 小鹏G6预计将在今年年中上市 预计售价在20到30万元区间 这两年小鹏销量持续的下滑 G6的到来会不会是小鹏的翻身之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